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灵术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术九宫格 六八这条连线 在亲朋好友关系 以及跟另外一半相处之 他的内心渴望以及行为特质 六八这条连线呢 主导的是诚实还有真诚 在关系上面呢 也代表着重义气的特质 六这个数字代表着包容性高 主动性高,享受规划的过程 八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高行动力,追求进步,享受学习 综合以上两个数字的特点 六八连线在关系相处上呢 也叫做情意相挺现 在关系中愿意扮演 陪伴对方经历低谷 影响高峰的角色 跟你们数字当中的组合有关 就是数字六呢 愿意先主动展现爱 包容以及数字八 追求细节,愿意投资时间的特质 是非常有关系的 在关系中你们会想要 以及愿意先以身作则 主动展现对对方的诚意和你们的爱 在你们的观念当中 你们在任何一个关系 你会觉得一定是要有一个人 先主动引导或者是展现 所以这样子的人格特质 会让你们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通过 先跟对方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及先展现你自己的诚意 来去避免有猜忌啊 谎言甚至是害怕的情况发生 这样子呢 比较容易在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 能够长长久久的来去经营你们的关系 另外呢 你们也觉得在第一时间 能够诚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你会希望让你自己先做出 你期待怎么样在这段关系当中 一起做到没有害怕的表达 以及能够用双方可以理解的方式 真实说出自己心中的感受 这件事情是你们非常非常的期待的 所以有优巴连线的人 其实非常推崇 也希望彼此不要隐藏 也不要欺瞒 你们内心非常希望 我们诚实的说出彼此的感受 小小的说 在六八连线的人的内心当中 觉得诚实代表是一个人的家教 人品以及教养 这件事情 在六八连线的人的内心当中 他会觉得这是他的渴望 但实际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并不会拿着这样子 好像是一个社会的框架价值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有六八连线的人反过来会是说 好那要不然我先做 我用我做到告诉你 这件事情其实不难 以及你是做得到的 有六八连线的人 在关系相处当中 其实非常在乎对方是不是真诚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真诚对待这件事情 是有六八连线的人 觉得整个关系 能不能够长延稳定 发展下去的关键因素 有六八连线的人 非常愿意先敞开自己 用毫无保留的方法 来去表达自己的真心和诚意 因为你们不喜欢猜测 怀疑也不想让对方担心 一旦其他人踩到了你们的点 就是有六八连线的人最怕 也最讨厌被欺骗和被背叛 如果这个点被触碰到的时候 你们会非常果决的断开 这个关系 并且很难再相信对方 那有六八连线的人 在跟亲朋友相处的时候 就会面对亲情和友情 你们是非常愿意相互体谅 以及愿意先不问对错 就先表达支持的铁票代表 有六八连线的人会放大 自己人这件事情 你们会觉得对方 除了任何事情都跟你有关 你觉得这个跟自己 是有紧密关联性在的 所以帮身边的人 不论遇到再大的事情 只要他们来到你的面前 他们是诚实告诉你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很快速地表达 你的认同安慰 另外你也会告诉他 你们一定会陪在他们身边 去度过这个难关 甚至愿意承担一切的过程 或者是风险 但是我特别要跟 有六八连线的人提醒 真正的情谊相亭 是站在希望对方更好 并且对方是愿意改善的基础下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保护而保护 这样反而会让对方 失去进步和改变的机会 面对感情的时候 有六八连线的人 会把对方捧在手掌心上 小心地呵护 因为有六八连线的人 你们非常享受 也愿意照顾对方 生活当中的大小细节 你们的目标呢 就是把对方当公主 和王子般的来照顾 希望他们不要有 任何的担心和担忧 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啊 只要真诚地做自己 享受你们的疼爱 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你们的爱情呢 带着一份自死不予的决心 以及永远忠诚 温迪姐要跟 有六八连线的人说 在感情中非常勇敢 某个程度啊 是非常高风险和吃亏的 特别是因为啊 你们一旦喜欢对方 你们很容易一股脑的 就全部投入下去 在过程当中 如果身边的人 对你们有任何的劝阻啊 甚至是跟你说 任何一些担心的话 其实都没有任何效用 因为你们会觉得 我就是喜欢他 当我喜欢他的时候 我应该要包容他 全部的事情 其他人啊 顿时间一点都不重要 别人讲的话 其实对你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哦 在爱情当中 我觉得勇敢这件事情 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但是要跟六八连线的人说 一定要胜选你的对象 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工具人 或是备胎哦 所以你要多发挥一点点 八这个数字的特质 帮自己设一个停顺点 一旦对方踩到了你的底线 不论再怎么喜欢 你一定要逼自己慢慢放手 才能够避免后面 人才两失的伤心局面哦 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灵数九宫格 六八连线的人 在情感相处 还有在亲朋好关系 相处上的一些建议 还有你们的一些展现的特质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 不论 请我按赞 请我按赞 感谢观看